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家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高端之前本来有一个新闻稿 巧巧下架了 为什么 那个新闻稿里面 你知道他承认二期临床试验 是委托有入资的邱以斯公司来执行 那后来这个新闻稿下架 为什么 蒋万安阵营就在质疑说 是不是背后受到卫福部的压力 这些你们就讲清楚 可是现在看起来 卫福部是不是都在什么 都在开始 不要说是帮陈时中辅选 而且洪廷我都在好奇 难不成是因为陈时中一直是剑靶 所以现在旁边的人出来帮他担 试图要转移焦点呢 洪廷 我觉得几个部分 你看像台积电 比如说像魏哲家所提到的东西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专业经营人讲话其实真的有特别 你看他说高雄厂的7奈米仅暂时延后 但并不会改变制程 其实这个意思还蛮奇怪 就是你特别去谈制程干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7奈米就是7奈米 7奈米就是不变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好玩的事情 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刚才委员这边有提到 说28奈米都是车用电子 都是一般的所谓的网路 这些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7奈米的比较是先进的 所以7奈米的厂 其实很多国家想要 那我在我这个地方把它推迟了 我会不会在其他地方开展一个新的计划 所以我们大家要重视一件事情就是高级制程 所谓7奈米以上的这些部分 都要很注意嘛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世修在旁边世修是专家 核电厂要除役了 是啊 那你除役了你现在台积电 现在一年用的电已经跟一个台北市差不多了 好那未来你说还有可能再设新的厂 然后有那么多 我们去哪里伸那么多电给台积电用 所以我们想要把台积电留下来 我们要想办法去伸电给他 而不是想办法让我们的电变少 所以民进党政府现在在做的事情 其实我坦白讲我真的看不懂 那回过头来讲 卫福部我觉得也是一样的部分 我真的建议就是说 民进党现在的官员 一个比一个嚣张 坦白讲 民意代表在那边质询 你看反质询的一堆 不管是苏丹昌也好 还有我第一次听过所谓的政务官 还有行政官员 跟民意代表讲说话 对他说我跟你说话 他跟以前我们警政委员一样 很喜欢玩牌酒 还是很喜欢打扑克牌 一般人不会讲说话 一般人就跟你讲说 我跟你对赌 有的江湖位的说 我跟你修书 那会讲说我跟你说话 就表示什么 就表示常常在打牌 就一定常常在打牌 所以我真的建议 我们也呼吁一下 有该跟薛人打牌的 要不要出来当污点证人 这是一点 第二点是我真的建议 我们自己党内的民意代表 不要再去那边讲价值的东西 我跟你讲 这种事情很简单 高端二旗的实验 有入资背景 不要再去告人家图理的 直接告高端 告什么 反渗透法跟国安法 这两个法通过到现在 到底判过谁 我还是搞不懂 有任何一个人被反渗透法 跟国安法判过 那今天坦白讲 如果连高端二旗实验这种讲到说是战略物资的 然后都可以给人家 都可以给所谓的这个 入资有背景的这个公司去验 那这算不算违反反渗透法跟反国安法 法院来判嘛 对不对 政打不行就反打 其实反打比政打有用的多啦 对不对 告下去以后 告下去 对不对 然后你告了高端以后 你再来问薛人 诶 请问一下这样有没有违反所谓的这个 反渗透法跟国安法 然后他如果说没有 就换我跟你修书嘛 对不对 我就看法院怎么判 对不对 你在这边讲什么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要让所谓的这种民进党的官员 可以嚣张到这种程度 每天都在打口水战一点意义都没有 说老实话这种口水来口水去的 真的是浪费人民的时间 重点就是你今天国家那条线在哪里 我们要让民众看得到 抗中保台不是只是嘴巴说说 我们把线划清楚 对 就像我们讲的 反渗透法跟国安法的线 到底什么样叫违反反渗透法跟违反国安法 你马判一个出来让我看一下好不好 结果这个法过到现在一个案例都没有 然后你每天指控人家卖台 然后高端价值都不算 那你要民众怎么无所适从 民众就完全无所适从 这叫抗中保台的战略模糊 但你说你今天去告告了高端 你觉得现在是不是都是用什么 看颜色办案 那处理吗 所以我们就要讲什么 如果今天我们告了高端 然后反射通法跟国安法都判什么 高端无罪 那我们就知道什么 你就算把国家的战略物资去给什么 给入资都不算有罪 就比这个轻的都没事 不是就这样 标准就出来了 人民就看到标准的 后面的法官也是要看前面的判例 当然 然后人民就知道说 你看民进党自己执政 自己做那个 然后你看抗中保台 现在标准定义起来 就是只要你就算你把国家的物资 拿去给老共去做验收 都不算亲共 也不算什么卖台 也不算什么反件罪 这些国安法 我就让你就告诉民众 民进党你就告诉民众 那个标准在哪里 我们今天要你有一条线 那条线你清楚的画出来 什么叫做卖台 对不对 你画出来嘛 宏廷你今天好激动 对啊 我真的觉得 我们的国家在抗中保台 这件事情上面 真的是每天都在讲 那请问标准在哪里 是没有啊 现在的标准就是叫双标 然后每天都在打口水战 这整个国家已经 我就讲 这个法居然通过两三年 没有一个案例 有没有搞错 这什么国家 但现在其实你说 选民的眼睛 是不是雪亮的呢 其实今天你光是看陈时中好了 他过去的这所作所为 这一路走来 一直到现在 选情拉不起来 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仇恨值真的是太高了 所以怎么样 拉不动啊 拉不上来啊 你看光是在10号晚上 他去台北市的饶河街夜市 到了那边扫街拜票 结果当场被年轻人怒呛 防疫不利 挡疫苗 你看就这位老兄 然后他在那边还说 走开啦 看到陈时中真的很讨厌 来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画面 网易不利 谢谢 网易不利 谢谢 谢谢 网易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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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百条人命 十八百条人命 不低 好这个疫苗的事情实在让大家觉得实在是太反感了 所以现在陈时中他自己怎么样 光是靠蔡英文几度帮他站台 没有办法拉抬他的民调上来 那但是你看 如果说现在卫福部的官员 还有这些防疫指挥官 要一直不断的在帮他讲话 一直想方设法的 希望能够掩盖一些事实的话 很多事情不讲清楚 然后只会跟这些民代 或者跟其他的这些官员 来怒呛了的话 那我请教一下士修 你说你救得了陈时中吗 这恐怕只是适得其反吧 最近这几个星期 我们都在看各个县市的选盘分析 那民调封关也快到了 下周就要到了 那目前台北 讲话算是稳定领先 当然有一些绿媒做出来什么 陈时中第一 那看看笑笑就好了 我觉得现在比较拉距比较近的 就是桃园跟基隆 就是国民党的都微服领先 张善政跟谢国良都微服领先 但是民进党的 郑昀棚跟蔡思逸都咬得很紧 那今年的选情又非常的冷 所以我前阵子我就喊了一个数字 我说2018年那一年的地方选举 而且还有公投的这个加持 投票率是六成六 那今年因为选情非常的冷 所以我觉得今年投票率 搞不好只有六成 但是台北市的投票率 有可能维持六成五以上 那关键就是要得靠陈时中 陈时中的仇恨度才是太高了 现在台北市民 但凡你有正常的智商的 你大概都看不下去 陈时中的所作所为 所以你看到陈时中 他今天他这个拜票被民众呛 不是第一次 已经至少我印象所及就三四次了 在街口的时候 所以这个不是个案 这个不是个案 当然这有很多的前因后果 包括他在当 还在当卫福部长的时候 还有包括整个民进党政府 他上台以来 你会看到各个部会的官员 真的是嚣张跋扈 我觉得就是从苏贞昌当院长开始的 就是那个官员直接跟立委 甚至直接跟民众对呛 那感觉你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不要说马英九政府无法想象 就连蔡政府的初期 那时候是林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林全其实还是有一些格调的 但是那赖清德也还OK 那苏贞昌就是上梁不振下梁歪 所以你看到苏贞昌接任院长之后 他整个行政院的各个部会 每一个部会都这样 经济部也这样 卫福部也这样 交通部也这样 劳动部也这样 都是直接呛人民呛立委 是 所以包括像这一次这个 李德维去告薛乐园嘛 对 他告诉告土力 薛乐园就反洽 我讲一下薛乐园 因为他这个人也是一个蛮厉害的 他当年是因为医疗纠纷 然后跟这个病患打官司 然后官司赢了 薛乐园赢了 但是病患一直闹一直闹 所以薛乐园这家伙很不简单 他真的就是考律师执照 后来还去台大进修法律硕士学位 所以他算是国内少有的医师律师 双执照的一个官员 可是他今天他反抢李德维说 我跟你说他 你告我土力 我告你诬告 土力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诬告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不对 我们两个有一个人要被抓去关 我说真的 如果你今天你没有律师执照 你反抢这件事情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虽然我认为在民主的社会之中 官员不应该讲这种话 可是今天你有律师执照 你读过律师 你读过法律 诬告这件事情是要 那个告诉人是完全 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明知不实而恶意控告 才会成立诬告 在这边也帮各位观众朋友 做一个法律科普 诬告罪不是说 今天有人来告我乱告 他告输了 我就可以反告无告 不是这样子的 他只要有特定的事件 那我合理的相信 我有提出告诉的权利 我就可以去告 当然告有没有罪 那是检察官跟法官去判断的 所以今天薛瑞人讲这句话 不但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官员 不该讲 作为一个有律师执照的人 更不应该讲 他没有民主素养 也没有法律的素养 但是各个部会 现在就充斥的薛瑞人这样的官员 那就是苏贞昌 上梁不振下梁 带出来了 所以你说 我们再回到民主这件事情 你说台湾现在只民主 进步还是退步呢 当然是退步的 只要民进党执政了一天 我们的民主 就会不断的腐化衰败下去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电解磁氯栓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 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购 儿童孕妇呢